明阳帝长长地叹了口气 劝打压他 只是想让他知道 京城不比雪城 这里看着是富贵温柔乡 却比雪城不知道要危险多少倍 可是你看他那呆嫩嫩的样子 有哪里有半点精密 怕是到如今都没能适应京中的生活 李时泉笑道 四皇子过来说一堆的话 皇上嫌他吵 陈王不说话 皇上又嫌他呆呢 若他们能忠恨一下便好了 明阳帝微冷 看了李时泉一眼 伸手指了他一下 你呀 真是个人惊 李时泉忙道 不敢 明阳帝的手倾撑在龙岸之上 缓缓地道 眼下寻着借口给了他一个官职 先看他能做成什么样吧 若他真有能力 唉 到时候再说吧 皇上圣明 明阳帝扫了他一眼 将手里的一本作折翻了翻 眼露嘲讽之意 李时泉瞟了那本折子一眼 上面是临首府 请立四皇子为太子的奏折 他一看到这些内容 立即将目光收了回来 几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 玉锦修和四皇子的生母 都是出于林府 只是玉锦修的母妃 在生她的时候便去世了 她人又被皇帝送到雪城养着 这事看在林府的眼中 她便是等同于一枚废子 而四皇子从小在京城长大 林贵妃又宠关后宫 这些年来林府在四皇子的身上 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说是亲近林府所有的资源 给四皇子 那都不为过 李时泉跟在明阳帝身边多年 对于明阳帝的心思 自然是知晓一二 她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玉锦修和四皇子 两个人都是皇子 但是手里拥有的资源 实在是相差太多 只是这件事 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现在说什么都有点早 宁妙危在太后那边的境遇 比起玉锦修来要轻松不少 她上次就已经发现 太后的性子其实很有意思 所以过去的时候 内心是放松的 她过去的时候 太后正在和诗心和下棋 她正准备见礼 太后直接示意她 免了她的礼 你来得正好 帮我赢了她 宁妙危有些发懵 这是个什么节奏啊 太后却已经起身 一把将宁妙危 拉到她身边的椅子上坐下 快看看 还有没有赢的机会 从肖院传划 转发 回到 这个 让